拉子幸福生活,我是乔安娜 这一集没有说出人,这个频道聊的是我们的幸福生活 上个礼拜的Vlog,就是YouTube频道没有更新 原因是因为我突然发现我们之前去冰岛旅游 其实有拍了一些影片,那些影片那时候我还没有剪辑影片的这个技能 所以一直都没有整理,那在发现了这些影片之后 我就突然有一个念头想说,那我可以来整理冰岛旅游的影片 然后把它剪辑成Vlog,那这个影片呢 有一点难收容的原因是因为一开始我们那时候在拍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那个念头要把它整理成影片 所以那些影片就变成说,有一点零散 然后而且呢,就是完全没有结构 那数量也有点多,所以就变成说我不太知道要用什么架构去把它剪辑成影片 可能是就是沉添了一下之后,灵感就很自然的浮现了 所以后来我有把这支影片剪好 那礼拜四,8月10号,对8月10号,礼拜四的傍晚会上线 那有兴趣的朋友在到我的YouTube频道搜寻乔安娜,Days of Joanna 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里面 这一集我要来聊聊《欲望城市》还有它的续集《华丽下半场》 之前podcast我就提到说,我在重看《欲望城市》这个影集 那我都是在晚餐时间的时候看,看个一两集 然后在一个月内我就把六季都追完了 我真的很喜欢这一部影集,我觉得它的剧本真的是写得非常好 就是即使是过了二十三年,二十五年 回头来看我都还是觉得这个剧真的是质感很好的一部剧 它的角色都很有趣 那剧本就是让这四个角色他们的生活仿佛都有一个主题 就是都找到一个主题,然后让它可以收容在同一集里面 我有去查了一下这个写剧本还有制作还有导演的这一位Michael Patrick King 他真的很厉害耶 就是《欲望城市》前六集都是wikipedia上面记录的诗都是他写剧本制作还有导演 那新的一季的《华丽下半场》也是一样是他制作的 还有他有一些集数是他写的剧本 但是呢,之中有几集就是其他的写手写剧本 我觉得好像真的有感觉到不是他的风格 而且剧情的走向感觉有一点松散跟混乱 就是中间会有一些片段会让我觉得说 诶,这片段好像有一点可以不要有这个片段的感觉 因为这个剧也还在播当中就是每个礼拜四它会上线 所以现在我也不要说太多比较好 但是聊到后面我可能还是会剧透一下 所以到后面的时候我会再提醒大家如果不想被剧透的地方 可能就要在那里停下来 好,然后我现在要来聊再看一次《欲望城市》的感受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感受 而且呢,我觉得我对这部剧里面的角色有一种情感 我会觉得说好像他们是真实的人 然后他们的人生不管是怎么样的犯错啊 或是如何的绕远路 总之这都是他们的人生 然后我其实本来没有想要录这一集 因为我觉得评论他人的人生真是一件 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但我觉得把它整理出来可能就是如果我用一个看小说 或者是真的是看一个虚构的东西 然后用一种事后诸葛 因为这个剧我已经看了可能第三次了 横跨了我从年轻到现在 所以我现在去回看 好像可以看得见自己的改变 那我觉得这个改变也蛮有趣的 所以后来还是决定分享 好,那第一个呢我想要讲的就是 我很明显感受到想法转变的就是 我现在看《欲望城市》的时候 我会还蛮同情里面的男人的角色 就是里面的男人在我年轻的时候看 都会觉得说这个人好糟哦 就是Mr. Big就是为什么这么的讨人厌 就是这样子戏弄Cary的感情 但是我现在回看的时候 我反而对男人有多一点的同情 因为我发现说他们其实不是故意的 像Mr. Big当他还没有准备好要定下来的时候呢 当Cary一直在push他的时候 他会用各种回避的手段 比如说出差啊去巴黎出差 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这种方式 来回避这种压力 但是那也是他真的还没有准备好 就是我们都可以体会说 当不管这个决定看起来是有多合理 或者是说别人都觉得说这对你很好啊 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啊 这是很正确的事情啊 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还没有准备好 我们的内在没有跟那个所谓的正确呼应 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跟Cary定下来 就是替Big就是同时替他申冤吗 还是平反的是Cary他其实到后面有认识一个非常 第四季开始嘛 认识一个非常好的男友 叫做Aden 他那时候跟Aden也是订婚了 但是后来在要结婚的那个步骤 Cary就觉得他还没有准备好 因为Aden也被Cary伤过心 而且他也准备好要跟Cary迈入下一个阶段了 可是Cary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他后来也还是让Aden离开了 所以就是当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真的就是就是即使那是一个很棒的人 那总之我们的频率可能就还没有对到 那这些男人为什么我同情他们呢 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功课 还有他的心魔 像是Mr.Big就有就是承诺跟跟一个人定下来的心魔 那在这个剧中间呢 我也还蛮对一个角色很有感觉的是Jack Berger 一个作家 然后他也很有才华 Cary也很喜欢他 但是呢在Berger就是事业比较往下坠的那个阶段的时候 Cary刚好是往上爬 就是他又出书 然后后来他的书被翻译成好像是法文版 拿到了版税之类的 但同时Berger他就是他写的书 第二本书好像就是没有被出版 而且还被出版社Let go之类的 就是放弃他 放弃他的第二个本书跟这个作者 所以Berger就非常的受挫 当Cary跟他起冲突的时候 Cary就讲说 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 就是竟然没有办法接受我的成功 那Berger的回应就说 我也不想要成为那样的人啊 但是我就是那样了 不是吗 他也很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但是他就是有这些情绪跟觉得自己很受挫跟沮丧 所以我觉得里面的男人就是他们的故事都没有被完整的讲出来 最近说书人的周围有一些男性友人都离婚了 那他们离婚的过程中都会有点像是跟朋友抱怨自己的前妻的一些 他觉得他不喜欢的状态 然后我就发现说他们抱怨的内容都有点相似 然后说的好像女方就是一个很不怎么样或是有点糟糕的人 但是同时就是因为说书人只认识那个男方 他不认识那个女方 所以我们无从得知女方这边的故事是什么 所以就很好奇 我真的蛮好奇就是女方这边的故事 男方或许说的也是某一种反映了某一种现实面 但是那不是全部的故事 所以就在欲望城市里面像Carrie他也是分手了非常多男人 那那些男人会怎么说Carrie呢? 就是如果说我们的摄影机角度转成 从Mr.Big的角度去拍 或者从Burger的角度去拍 我们可能也会不太喜欢Carrie这个人吧 好那第二点 我觉得就是现在看跟以前看很明显感觉不同的是 年轻的时候我会非常的认同Carrie的视角 就会觉得说可以理解他的情感跟他的焦虑 还有他的脆弱跟软弱的地方 没有安全感 那现在回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点 看到他的这些面相同时觉得说他真的好急喔 就大家会形容Carrie是恋爱脑 我觉得他是就像是很多的我们一样 就是我们内在有一个很大的洞 那我们期望外在可以帮我们把这个洞填满 所以他有一点像是想要把这些男人 让他们可以填进自己那心里面的大洞 所以他才会觉得说 这个人这里好但是那里不好 然后这个人又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他对这个人有一个期望 然后他希望这个人好像可以符合他心中的这个拼图 那我觉得就是陷入这样的状态还蛮痛苦的 因为外在不可能会有一个人可以填满你内在的黑洞 我个人过来人的一种经验吗 就是问题不在于那些男人不对 或是那些男人怎么样怎么样 那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在我们的内在有一个空洞 然后我们期望外在可以填满他 那就会变成说 一个危险就是我们看不见那些人的美好 或是他优点的地方 而我们会扩大他的缺点 就变成说这个你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跟我配合 为什么你这个地方这么糟糕 那这个糟糕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外在的一些教条 或是一些理由很想要说服他改变 就会变成说好像在好像在调教嘛 调教一个人 然后我们希望他符合我们的期望 那我觉得到这个状态就会变成像我们真的是某种程度上 把对方看成是一个工具人 就是这个工具是要符合我内在创伤的疗愈跟满足 那我先不说这个模式有没有办法work 就是这个模式是好或是不好 也许都不重要 但是好像就是我们不断的在轮回这种模式 好那第三点就是我发现真的是太喜欢里面的Semensa这个角色 就是这个角色真的是很随心所欲 而且不受世俗框架的限制 他不会批判他的朋友 就是当他朋友像是Carrie跟Big出轨啊 或是怎么样的状态 他都愿意去倾听 然后非常的宽宏大量 就是当朋友惹到他 像Charlotte有一次就是 但是有点像是指责Semensa非常的像就是妓女 然后跟任何人都可以做 那Semensa就是非常生气 但是后来Charlotte过去道歉的时候 Semensa也是很就是很轻松的就让这个事情过去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那么认同这个角色 可能他跟我距离比较远 这个没有限制的状态离我很远 所以那时候就没有那么欣赏他 但是这一次我重看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这个角色真的是非常的棒 好然后再来就是 我其实非常喜欢Aidan这个角色 他是一个非常棒的男人 就是Carrie的男友 他非常体贴而且他手很巧 情绪稳定然后又很宽容 就是愿意原谅 愿意原谅Carrie的出轨 然后再跟他重新来一次 那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角色 我觉得我有一种 以前吧以前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投射 就是觉得说 如果有这么棒的男人在我身边的话 我一定会好好抓住他 可是现实上遇到真的是这样吗 就是我以前会觉得说 为什么Carrie就是不跟Aidan结婚 就是这么棒的人 为什么他要放他走 这是太让我心痛了 然后某种程度来说 我也觉得为什么他要跟Mr.Big在一起 就是 就是Big就是会不断的搞他 就是 不断的出包 然后为什么Carrie就是反而是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那我现在回看我好像 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了 跟一个很可以预期 然后 非常稳定的人在一起 会有一种感觉是 诶 我好像跟他在一起以后 我已经可以遇见 我从结婚到老的状态了 我的这辈子难道就要这样下去吗 就是 我就要 就是一直接受这个男人 就是喜欢吃肯德基 然后 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然后但是我就很想去party 但他都不跟我去party 因为他不是party people 难道我觉得他跟这样的人 稳定的进入家庭 然后生小孩 然后走一辈子吗 我觉得Carrie说不定心中有这样的恐惧 我有在网路上看到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不是在讲欲望城市的 他是在讲一个完美男友 就是说 他说完美男友 这种就是什么都愿意满足你 然后这种没有边界感的这种包容跟自由 反而会让你会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存在感 就是你没有那种摩擦跟碰撞的感觉 你不知道你在其中你会不知道自己是谁 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这个观点某种程度上好像是真的 所以maybe就是Carrie他就是会觉得他跟Big在一起的时候 他是很痛的而且很真实的活着 他会感觉到自己对这个人的欲求 然后被拒绝的痛苦 那种辛勤的云霄飞车 可能让Carrie反而觉得自己是真实的活着 那第六季最后面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最后两集很仓促的做结尾 Big从纽约飞去巴黎找Carrie 然后告诉Carrie说 You are the one 就是你就是我的真命天女这样 那后面其实真的蛮仓促的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倒数第二集Carrie才大骂Big说 你是怎么搞的 每次只要我好像稍微幸福一点 你就准备好要来摧毁我的幸福 然后前一集才在大骂Big 然后最后一集就是 当在巴黎看到Big的时候 又马上就投入他的怀抱 我就觉得 哇这结尾也太 是不是太长处了 那后见之明就是会觉得说 他们两个真的很适合彼此吗 好像不是很适合 但又好像很适合 不是很适合的地方就是 他们不断的有各种的Drama 像是电影 《欲望城市》的电影第一集 就是Big在结婚的时候 竟然就丢下Carrie没有踏入那个礼堂 这真的是蛮Drama的 所以他们好像不是很适合 但适合的地方好像又是 有时候就是一个锅子配一个盖嘛 Carrie喜欢说不定内在追求这种心痛的Drama的关系 Big就是被追求的那一个 好那接下来呢我要来剧透《华丽下半场》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 然后你怕被剧透的 可以在这里先暂停 然后你可以先看剧 再回来听 在《华丽下半场》的时候 第一季就 Mr.Big就被刺死了 就是他心脏病发走了 所以第一季在处理的是 有点像是中年上偶嘛 然后Carrie怎么样走过那个心痛啊 然后那些事情 那第二季就是Carrie恢复 比较单身女子的这个角色 那后来他跟Adan连络上了 然后又重新燃起恋情 那在最新一集中 Carrie就问Mirenda说 她觉得她在心里不禁会这么想 她跟Big在一起 是不是一个Big mistake 就是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那她这样问Mirenda Mirenda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她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这种感情 情绪是很复杂的 一方面我会觉得说 Carrie好像是在否定过去发生的一切 那同时也就是说代表 我过去花那么多时间在看这个剧 我到底看了些什么 如果说她否定了过去跟Big发生的一切的话 那我们再看她的这些痛心 然后这些喜悦是为了什么 但是后来又有另外一个情感进来 就是我觉得说 其实她问的问题也没错 就是说对 就是你一直 其实Carrie一直知道 跟Big在一起也许是个mistake 是个错误 就像是 那时候Big还在婚姻之中 Carrie就跟她出轨 那还有Carrie在感情之中 就跟Big在一起 中间有几段 真的是会觉得说 好像Carrie一直在犯错 但是即使她知道她在犯错 她还是选择了Mr.Big 她还是选择跟这个人在一起 所以也许她的问题也不是这么的 不是那么的荒谬 也许她的确知道说 好像她跟这个人在一起 在表面上好像看起来 是一个错误 但是因为她选择了这个错误 所以 这就是她的人生 这好像也不是一个错误了 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有点 就是充满了矛盾 但是 可能这就是我现在对于这个剧的感觉 在西洋的文学评论里面 会说一个剧的主角是 那个最终有改变的人 也就是说这个主角她会经过她的英雄旅程 然后遇到一些挑战 然后最后得到那个圣杯 然后回归这样子 她是一个主角必须经历的故事线吗 那我觉得欲望城市她很棒的是 或者是华丽下半场 其实她目前也是有做到 就是让这些主角们 他们都不断的在改变 在关系之中 或者是在爱之中 他们愿意为了爱而放下自己的小我 然后改变自己 变成一个更宽广的人吗 像是Miranda她就是 有组成家庭 然后她搬去Brooklyn 就是成为了一个她以前觉得她不可能成为的人 那Charlotte她是变成了犹太人 然后嫁给她以前觉得其貌不扬的一个律师 那Semensa她是后来有跟Smith 就是一个隐心 然后进入了一段稳定的关系 虽然后来还是分手了 但是就是她也在那个过程中改变了很多 那我那时候在想说 那Carrie她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我就在思考 的一段时间 那我觉得她其实在 我觉得她在《欲望城市》的剧本里面 改变其实没有那么大 那反而是她在电影的第一集里面 就是Mr. Big她逃婚的这个剧情 最后呢Carrie她看见了她对Big造成的压力 就是她可以理解Mr. Big她的恐婚症 然后她还没有准备好要在200个人前面踏入婚姻的礼堂 但是因为Carrie太兴奋了 然后她太开心了 所以她完全没有考量到Big她的困难点 那我觉得最后她还是跟Big复合 这个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她的改变 我蛮好奇的 就是大家对于Carrie这个角色 觉得她有什么样程度的改变吗 如果有的话我非常想知道 你可以丢到我的IG告诉我 那Carrie问的这个Big question 这个非常像是头下震撼蛋的问题 我觉得编剧也蛮厉害的 她问这个问题 我看网路上好多就是各种 对于这个问题造成的涟漪非常的大 就是有些人觉得说 就是当然啊Big就是一个很糟的人啊 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你就是应该跟Aden在一起啊 然后终于Aden就是回归 有人这样写 那也有人写说 这真的很糟 这剧编的很糟 就是她这样子就是否定了她过去的一切 其实Big就是跟她的感情是非常的深厚的 那为什么编剧要否定这一切很难接受 就是各种的讨论都有 那我也蛮好奇接下来的一集 会怎么怎么继续下去的 好如果你也有在看华丽夏班长的话 也欢迎来讯息 跟我聊聊您的感受 好那这一集希望你听得开心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